第九十五章 瘴气 风过死则 脚下的水草飘动 水起涟漪 一眼望去 无边无际 虽然没有人烟生气 却另有一番动人的景色 视魂发出了淡淡的玄清色光芒 幽光流转 停在半空 鬼力伸在其上 覆手而立 凝望着前方 这一天 是死则中难得的一个好天气 在和煦阳光的照耀下 往昔的阴晦之气也散了许多 不过就在他的身前数十丈外 却有一片浓浓灰色如雾一般的巨大瘴气 浩浩荡荡的腾气 左右延伸高难见顶 彼此纠结涌动 仿佛看不到边界 这里 便是这世间最凶险地界之一的死则内则所在 趴在他肩头的猴子小灰 四野不安地滴滴地叫了一声 鬼力伸手轻轻拍了拍小灰 小灰安静了下来 一双灵动的眼睛同时望着前方的瘴气 就在这时 身后忽然响起了一声呼啸 一道亮光如电而来 鬼力身形一动 视魂如知他的心意 缓缓地转了过来 那亮光在他的身前嘎然而止 欲空而来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见眉入闭 目光亮而尖锐 一闪而至鬼力的身前 行李一礼道 父宗主 事情都安排好了 鬼力不问他什么事 想必是早就了然于凶 当下微微点头道 好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 说吧 他似乎又想起什么说 雁辉 那叫雁辉的男子道 在 鬼力向他背后望了一眼说 你 向来冷静 我很放心 但杀声和尚脾气暴力 杀性过重 眼下死则之内各方势力旗帜 更不可妄动 你要好好地约束他 雁辉微微一笑道 父宗主放心 杀声虽然目中无人 但向来不敢违逆你的命令 我也会约束他的 鬼力看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正要转身 雁辉忽然说 父宗主 还有一件事 鬼力看了看他 雁辉沉吟了片刻 催动脚下的法宝靠近鬼力 同时压低了声音说 刚才 收到从总堂那里传来的消息 四大圣史中的青龙和朱雀前辈 在数日之前 突然向死则方向来了 鬼力的面色微变 但随即如常 沉默了一会儿道 此事不必悬扬 你们也照旧行事 静观其变 雁辉低手道 是 说吧 他向鬼力行了一礼 反身去了 鬼力看着雁辉身影消失 缓缓地转过身来 目光又落在前方那片巨大的瘴气之上 半霜忽然道 小灰 我们走吧 小灰趴在他的肩头 猴爪伸起 抓了抓脑袋 吱吱地叫了两声 鬼力微微一笑 视魂光芒亮起 一人一猴 融在这玄清的光芒之中 凌空而起 冲进了那片巨大的瘴气中 辅入瘴气之中 瞬间周围的光线尽数地消失了 原本还明亮的天空无影无踪 四周只剩下灰蒙蒙的一片瘴气 目光所及竟不能远观至半丈之外 几乎就在鬼力进入瘴气的同时 视魂玄清的光芒大盛 从下翻腾而上 形成一个光圈 将鬼力和小灰牢牢地护住 周围的瘴气翻涌不止 但不能侵入这个光圈半分 从里面向外看去 随着鬼力凌空飞驰 周围的瘴气也如云雾一般 从前头分开又在身后凝聚 头顶脚下进是这灰色的瘴气 这一飞竟是飞驰了许久 鬼力的脸色渐渐地凝住 这里剧毒无比的瘴气之墙 便是死亡沼泽之内 内泽与外泽最明显的分解 外泽虽然到处是无底深坑 但若是小心从事也并无大碍 但到了这内泽 其他的不说 只是这瘴气剧毒无比 凡人碰上不说吸上一口 便是屏住呼吸 但只要肌肤碰到这等剧毒之物 一时三刻 毒气也会侵袭进去 攻心而亡 鬼力如今道行虽然大成 远非当年青云山 那个小弟子可比 但对这等毒物 依然不敢掉以轻心 死则之内处处杀鸡 由于此内泽 更是亘古蛮荒之底 凶险难测 当下提起了十二分的小心 仔细的前行 只是这瘴气之强 竟然其后无比 又飞了一会儿 竟然还在其中 周围更是一片灰茫茫的 鬼力暗暗心惊 按他自己的心算 这时至少已经飞出百丈左右了 难道这荒蛮恶地 瘴气亘古不散 有什么一宝在这其中出事 只怕千万年也无人得知 更不用说拿得到了 他心中如此思量 但视魂光芒却是越来越盛 而周围灰色的瘴气 翻涌不止 仿佛速度也隐隐的有些加快 呼的 鬼力的心头突然一跳 前方瘴气的深处 赫然闪过一道蓝色的光芒 却一闪即散 那颜色淡淡的 却不知怎么 竟有几分熟悉 几乎就在同时 原本周围静静翻涌的瘴气 突然迅猛地加快了速度 如开了锅的沸水一般 陡然沸腾 上下左右 灰色的瘴气开始疯狂地旋转 无数或大或小的瘴气漩涡 突然出现在前方 隐隐又吸扯之力 却从四面八方地向鬼力袭来 鬼力尖头的小灰 一动也不敢动 口中轻轻地支支地叫着 紧紧地抓着鬼力的衣服 鬼力面沉如水 但眉头却已经深深地皱起了 呼得哼了一声 全身紧绷 视魂的清光之中 霍得腾起一道金色光芒 与清光交相辉映 顿时将周围的瘴气又生生地逼退了几分 也就在同时 视魂破空而起 仿佛根本无视前头的危险 往前方最大的一个瘴气漩涡之中 声声地冲了进去 身影 抚移入那个巨大的瘴气漩涡之中 顿时只觉得周围拉扯之力巨增 狂风呼啸 从四面八方纷纷涌来 尽是剧毒瘴气 鬼力的脸色一白 竟然是被这巨大的自然之力 声声拔起 直飞上天 片刻间 凌冽的风声 嗦嗦不绝 翻腾的云气 如暴怒风神怒吼 鬼力人在半空 深深地呼吸 抖人间双手齐出 左手结印 右手发绝 面上金青二气同起 片刻间 一闪再闪 迅速地化二为一 若是正道高人在此 只怕 此刻是惊愕地说不出话来 青云门的太极玄青道 于天音寺的大反搬入 竟然已经在这个青年的身上 完美地 合二为一 灿烂的金青光彩之中 嗦魂顿时稳定了下来 不再随风飘荡 硬生生地停在这风暴之中 鬼力 宁神观察 但周围的风暴越来越烈 云气蒸腾怒涌 视线所在 却没有放缘 到处都是灰色一片 鬼力沉吟片刻 终究知道 此乃大凶险之地 实在不可久留 当下驱动视魂 往着剧烈旋转的风暴边缘 强冲而去 在瞬间 耳目剧烈轰鸣 天旋地转之后 终于还是冲出了这个 隐藏在平静外表 平静瘴气之中的风暴炎 他这一冲之力 非同小可 离开那瘴气漩涡之后 物资往前 生生地冲出了老远 只是 被刚才那么一闹 天旋地转的 而此刻周围 瘴气虽然渐渐平静 但鬼力的眉头 却皱了起来 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有没有走错方向 他正沉吟的时候 忽然尖头的小灰 突然 尖声地高叫示警 鬼力已经 也不及细看 几乎是下意识地 生生将身子 从半空中向旁 移开了三尺 好 灰色的云层之中 一条黑色而巨大的事物 轰然而过 从刚才他所站立的地方 扫了过去 一股腥气 剧烈扑鼻 竟然连视魂光圈 也无法全部抵挡 隐隐地透了进来 只在片刻之后 这鬼力绝伦的东西 又消失在这 瘴气之中 鬼力震住了 他的心 忽然间剧烈地跳动 这在瞬间出现的巨大怪物 鬼力皱眉 缓缓地停了下来 正宁神处 忽然就在前方 一声惊呼 随即自下呼喊之声大作 竟是有数人 在前面 想必那怪物经过那里 顿时将所有人惊散 鬼力的精神一阵 河神飞上 只见面前 云气开河翻滚 忽然间前头一声怒吓 声音清冷 妖孽 话音未落 一道灵力的蓝光 豁然从旁而至 当凶刺来 如横贯天际的彩虹 瞬间将周围的瘴气 竟也照得蓝灿灿一片 鬼力大吃一惊 这人见到凶猛 一往无前 下手绝不留情 只这一剑道行之高 便已经不可小觑 危急的时候 他身子前行之势 不减反快 瞬间如电 直飞冲天 要摆脱这身后之剑 再做还击 不料云雾中那人 端得是非同小可 此刻他们二人相隔胀气 彼此无法看清身影 但就凭着剑上的感应 那蓝光 又如灵性一般 风驰电掣地追来 如复古一般 二者的距离 竟不稍减 片刻间 这附近的瘴气 顿时翻涌开去 鬼力化作悠悠的清光 背后一道蓝色的光芒 双方上天入地 移行换位 如电如光 在这层层的毒气之中 追逐不休 所过之处 云雾争腾 追逐之中 鬼力的眉头紧锁 身后之人道行极高 急切间 看不清他用何法宝 但那股杀气之烈 却是明白无误 决然不是同道之人 多半便是正道人物 与自己势不两立 正道闻下 是哪一个厉害人物 他心头浮动 但手边已然开始反击了 否则若是这般 一直追逐下去 后面那人自然无防 但自己却如眉头的苍蝇一般乱闯 谁知道还会碰上什么怪事 只见清光陡然大盛 鬼力的身子突然飙起 半空折返 视魂悠悠 横在胸口 身后那道蓝色的剑芒 似乎已感觉到了什么 剑芒大掌 势道更利 当凶而来 鬼力一把抓住身前的视魂 黑色磅身上 那颗青色的珠子 顿时光芒大放 尤其是光芒之下 一条条一丝丝的血色的红丝 也似乎同时亮了起来 红色的血液 暗暗的流转 红光青芒 悠悠暗暗 迎着那道蓝色的剑芒 当头迎上 轰隆巨响 鬼力的身子大阵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 往后逼退了一仗 但身前的那道蓝色的剑芒 也是大阵倒飞 云雾之中 似乎有人哼了一声 显然也不好过 鬼力这些年来 日夜修行 魔道天书 家之嗜血诛就在身旁 性子中暴力之气早重 此刻更无二话 净直飞前 嗜魂破空而出 不料 嗜魂才一出手 持剑前端的云气 豁然分开 敌人竟然也是刚强至极 扶一吻下 立刻强攻 鬼力力笑一声 驱动法宝 顿时与那道蓝色的剑芒 斗在了一起 此刻 嗜魂与那道蓝光 已经非斗在一起了 但云雾翻涌 鬼力肉眼 以难以看清法宝的模样 全靠自身 与嗜魂感应操纵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 私斗对双方来说 具是凶险之极 双方 都是道行极高的人物 一个不好 不死在对方的手下 只想受伤分神 被这周围的剧毒瘴气所侵 也是有死无生的局面 前头那人 显然也没料到会碰上这样一个人物 但人在云雾之中 也看不清他的模样 但看着剑势 竟然是不肯烧让半分 只在这电光火石的片刻间 嗜魂与那道蓝色剑芒 在瘴气之中剧烈的碰撞 隆隆作响 以这两剑法宝为中心 瘴气翻滚 隐隐然又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即使隔了老远 但嗜魂与鬼力乃是血链之物 彼此感应仍如血肉一般相连 鬼力只觉得嗜魂之上 那股冰冷的感觉 渐渐的沸腾了起来 仿佛这法宝的本身 亦有灵性一般兴奋了起来 这感觉当真诡异 自从他到法大成之后 便再无出现过 只是 只是在久远之前 当他还是一个懵懂少年的时候 这感觉 却曾经感觉到的 他心头呼得一惊 仿佛隐隐有什么东西 在他的心间翻腾了一下 仕魂与那道蓝色的剑芒 最后的剧烈碰撞一次 飞了回来 此刻周围的气旋越来越大 鬼力与那人的斗法 已经到了最激烈的时刻 二人隔在胀气之中 仅仅依靠彼此的灵觉 一方面要防备对方攻击 一方面还要抵御周围剧毒的胀气 这等凶险之地 显然这战斗越快结束越好 周围气旋剧烈动荡 同时又衍生出 无数小的瘴气漩涡 当鬼力 目光却紧紧地顶着前方 那片浓浓的瘴气之后 引现蓝光 他甚至感觉到 那人杀意浓浓的目光 呼得一声轻笑 蓝色剑芒 破空锐笑 瞬间刺破云层 成一巨大的光柱当头披下 鬼力 竟不作任何的闪避 竟直地飞起 硬生生地突入蓝光之中 直扑那人所在 云雾中 那人怒吓一声 蓝光大盛 瞬间所有的光彩 倒收回那云层 片刻后 凝固成一柄光彩万丈的天蓝仙剑 势不可挡地冲来 几乎就在同时 世魂的清光大起 瞬间竟将周围一丈的瘴气逼退 迎了上去 生死一击 就在 此刻 那人手握剑柄 鬼力紧握世魂 对冲而上 两道力芒 瞬间将周围的瘴气 生生逼散 仿佛屏住呼吸 等待绝出生死的那一刻 白溪的手 握着剑柄 风吹动的衣襟 烈烈飞舞 他 如九天的仙子 绝世的容颜 在云开雾散的一刻 出现在另一端 鹿 雪 骑 许多年后 再相见的那一刻 是什么样的目光 在彼此凝望 哪怕 只有片刻的时光 突然间 整个世界仿佛突然静止了 灰色的瘴气 被无上的法宝逼退 缓缓地献出了 那个男子的身影 那个深深露刻在悠悠心间的男子 就在前方 他全身不动 只有一颗心 微微遗产 两件法宝 如电 如光 如三生七世纠缠的素食冤家 生生逼近 是恨 是爱 便要在这瞬间 分出你死 我活 那一刻 便在眼前 那一刻 就在呼吸之间 是什么 比这电光更快 是什么 心头 悄悄萦绕 是新意吗 光芒大盛的试魂 突然 微微一偏 让了开去 鬼力 陡然间胸口大开 尖头的小灰 尖叫了起来 蓝光 点点如星 喷涌而来 却不曾感觉疼痛 从他的身边 肩不容细地划过 仿佛冥冥中 什么感应一般 天涯神剑 也向另一端 微微地偏去 这一个瞬间 实在是大大的凶险 鬼力于陆雪奇 任谁慢了一手 或是迟疑片刻 都立刻就可以将对方 斩杀于法宝之下 只是 他们竟然 都莫名地放弃了 错身而过的那个瞬间 他 仍深深地望去 那个美丽的女子 深深的眼眸之中 原来倒映着的 是她的影子 片刻之后 因为二人准备生死一搏的力道太大 他们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 身不由己地 飞了出去 远远地分开 空气中 衣襟上 隐约的 是不是有她 幽幽的香气 天空突然一亮 鬼力陡然地回过神来 只见脚下 突然一片 无边无际的茂密森林 自己 正落了下去 而天空低沉 暗云流动 竟然不知何时 已经突破了那层 厚得不可思议的瘴气 终于到了凶险无比的内泽之中 她在半空中 稳住了身形 缓缓地落下 忽然转过头去 只见那道巨大无比的瘴气之墙 依然如亘古以来 就没有变化一般 耸立在那里 更不用说 那个女子 如今会在哪里呢